今天的早安慈悸情要连线到台中 认识清水的陈子迪师兄的故事 他以前是纺织厂的老板 现在是快乐心宽念纯的环保志工 尤其这几年在辅具回收的工作上 做得特别起劲 现在他的 但是他的人生路也不是一帆风顺 到底是什么机缘走路慈悸 又是什么力量坚持到现在 现在就透过连线 要来跟子迪师兄聊一聊 师兄早安 主播早安 前九的慈悸人大家早 我是清水区的 清水区的陈子迪 我是现在站的是清水环保站 兼辅具平台 我们港区的辅具平台 就在目前这边 我创业的时候 因为是家庭室的小工厂 在 也是太太跟我 还有请了一位小姐在做 三个人在做 因为太太在整理杀的时候 不小心被继续捡进去 以后他的右手断掉 断掉因为我就还要陪他 附建 附建的当中 因为工厂 我们就变成两个人 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所以到最后我就决定把工厂收起来 收起来以后 我就去学习那个推拿 推拿来帮太太附建 附建完了以后 因为 921以后 我想收监点钱给瓷器 结果就 还不知道清水瓷器在哪边 结果我就请太太到菜市场去问 问的时候 结果在离我家 不到500公尺 零肉室就在我家隔壁而已 所以到时候 捐了钱以后 我们就 那资深的师兄就 跟师姐就到我家来 要我会员 那做会员以后 因为 一年啊 就是太太 就在家那个回收 因为他 呼吸完以后可以骑脚拉 也练习可以 带医治可以骑脚拉车 那他说 跟我讲说 师兄那个回收 他这样载不好载 麻烦你帮我载到环保站好吗 是 所以我说 是说啊好啦 就这样 载到环保站 来到环保站 环保站的时候 对 所以就是一句好啦 就开启了你的这个环保 一股脑的投入 那子迪师兄 你现在不坚重了 因为 头一次上我们现场很不简单 那刚刚凯凯而谈 就是聊起了 因为一场意外 因为师姐的手受伤了 所以把这个成立了10年 运作10年的纺织厂就收起来 然后因缘际会投入到慈祭 然后加入我们的环保大家庭这一块 那么这20多年来 你积极的守住环保这一块 听说还为了要做环保 在工作上在轮班上 你特别去做调整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就是环保站 我们都是 我们清水环保站 都是每天有做 做早上的 早上半天 因为这样的话 我大一班下班以后 来环保站坐一坐 中午再回去睡觉 这个时段刚刚好 所以我就跟老板讲说 我来全部固定大一班好不好 因为我早上在慈祭这边 这个环保站 有工作要做 他就不太高兴 他说这样的话 他不好调配 那当时我也是配合工厂 就是有一次 因为我们有一个活动 要两三天的时间 那我就帮他 因为我们做那个都没有休息 所以我就跟他请假 请假的时候 他刚开始是跟我说好 那我这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都已经讲好了 结果他反悔说 他没有办法帮 再带我的班 所以那时候就很深心 你这边也都说好了 那要怎么办 干脆我就 脾气一起来就把他辞职掉 那辞职掉了以后 这边活动完了以后 我开始找说 那干脆我就来找他 有没有固定大一班的 这样我在持续这个环保 这边的运作 还比较顺 结果我就找了 跟这个 跟我的 好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稍稍 比现在年轻一点 年轻气盛啦 所以不要生气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好的姻缘 那一阵子就是可以上大夜班 然后白天做环保嘛 那听说子迪师兄 这几年承担了这个辅聚回收管理 你从中当得到的最大的感触 跟收获是什么 承担辅聚 因为我们环保站在做的时候 刚开始在做 因为我们都有陆陆续续 有收到这一些环保抚剂 这些伦理啦 病床啦 还有这些拐杖啦 那这些东西呢 因为拆掉的时候 我很不忍心 因为我陪太太在做护卷的时候 看了很多 自己又是病人的家属 所以有一点 跟那个病人的感同身受啦 所以这些东西 我一看到这些东西 我都把它收集起来 整理整理以后 那有人要来借 来看到我们这边 有都会向我们询问说 可不可借他们使用 或是租给他们使用 那当时 因为我们说这个东西 就是响应上人的这个 上人这个延续物病 所以我们就跟他说 你需要你就拿去用 那我们皇室的师兄呢 就陆续续来借 对 所以这个扶具回收再利用 其实帮助了很多很多需要的家庭 我们子迪师兄真的 现在是越讲越棒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透过镜头 跟所有的师兄师姐 还有在家里头守着电视机前的师姐 来揮揮手 来我们来揮揮手 你现在都不紧张 而且讲得很好 非常感恩子迪师兄 跟我们分享 你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感恩 感恩子迪师兄 感恩 感恩 感恩主播 感恩 大家的观众